今天带大家看的这个位于温西后院朝南的豪宅 可以说非常的漂亮 而且做工很扎实 德国建商一手打造 而且是获奖的设计师设计的 我们能看到整个外面是一种非常北美的感觉 但是这边贴了一些石砖 让你多少有一些建筑与自然的一种很完美的融合 这边铺了一些石板路 我们先看看外边 进去再看里边 那么外边我们也能感受到 这整个的一个绿地维护 还有这种石砖 很有造型 很有设计感 从侧院走过来之后 我们就能看到它朝南的后院 这整个可以说真的是为了孩子量身打造的 有小家庭的小伙伴 我觉得千万不能错过这一期节目 可以做各种滑梯 这边还有个海盗船 最主要的是你看它朝南的后院 它这边是一个半地下 但是你看它天井已经宽到了 基本上就是这种一层的感觉了 所以它的地下室的整个的一个采光会变得非常好 待会我们进去的时候再看 这边三个车库盖的也非常的规矩 三个车库不管大家是什么豪车都可以停到这边 如果将来真的想要盖一个后向屋的话 也是可以申请盖的 没有问题 后向的门在这边 然后这边做了大部分的硬化 所以你没有什么减草的需求了 在这边打个篮球 或者是停好了车之后 上去跟已经过来的好朋友们在上面推杯换闸 都是可以的 整个的一个感觉就是很安静 很干净 很舒服 很适合生活 好我们从正门进来之后 首先能感觉这个正门真的是非常的厚重 别看外边看着其貌不扬的 实际上非常的有质感 整个屋子进来之后 首先界面就是一个玄关 很符合咱们华人的一个使用习惯 左边是一个书房 看到自己的前院 不多说了 这个平时我们司空见惯的 然后洗手间做的其实也不是很张扬 非常的低调 但是很有品位的这种感觉 然后这边就是一个会客厅了 它这个会客厅做的不是很大 这个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因为其实会客厅接见外宾 虽然这个很重要 但是有的时候真的不需要搞太大 不然大家都会很急促 像这样一个壁屋在这边 大家坐落两边就感觉很好 然后你看它这种温控器 配合着后面的小面板 就是很漂亮的感觉 然后就来到了它整个的一个功能厅这边了 功能厅这边可以说很方正 而且后院朝南 刚才跟大家讲了 我们看整个的使用感觉是非常的好的 这边是一个家庭厅 这个电视时候小了点 得换个60 至少得换个7080寸的 然后这边是朝南的窗户 这边落地推门 可以直接作为一个正餐区的一个延伸出去 待会我们去看 这边的一个备餐区 可以放盘子 这边就是一个中导 中导在这里 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 除了它很名贵的这个电器以外 它没有吸厨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也是非常对的 因为其实对于吸厨来说 大家其实不怎么使用了 现在其实你只要有一个非常高效的中厨 就已经很够了 这个中厨 基本上你所需要的一切在这边都有了 这边还有个玻璃板 在这边可以阻挡所有的气味和烟 这个其实我觉得就非常够了 然后这边是它的一个mud room 这个也能凸显出 德国人一般盖房都爱搞一个这种mud room 就是平时换脏鞋什么的 换些大衣的 这边你可以直接通到下面走楼梯到车库 也就是说你回家的时候 经过这条路走过来换了衣服换了鞋 然后再进自己的家 这个就会让你的家里面更容易保持清洁 相信很多媳妇们一定会非常喜欢这个设计 这边还有煤气的接口等等的 这个作为一个客厅的延伸 正餐区的延伸 你可以在这边会客继续的聊天 大家很happy 感觉很好 冷的话放一个炉子 如果没有音乐的话放一个音乐 在这边都是给你配好的 然后后边就是咱们的后院了 酒过三巡菜过三巡 酒过三巡菜过五位之后 我们就可以在这边打个篮球 对吧 之类的 从一楼下来之后 就是它的一个地下室 也是非常能彰显 屋主的一个个性的地方 这个可以讲的地方其实蛮多的 打个台球或者放个钢琴都是可以的 我最喜欢的就是放满了酒的中岛 没错中年人的压力 我觉得都是需要喝点酒才能过去的 不管你是茅台 XO还是什么顶级的志华士或者是什么麦卡伦 都可以放在这边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恒温的酒窖 它的地板是用的水冷 所以整个屋子里的温度 这里边的温度是比较低的 这边的温度和这边的温度是明显不一样的 这个就比单纯装一个空调吹风 要来的更加的有效率 你所有的烘酒都可以通通放在这边 这边你可以再多加一个影连厅在这里 或者做成一个孩子游乐室 然后从刚才我们看到的外边 它这个天井非常的浅 而且很宽 那这样的话你整个的一个朝南的采光进来 就很明亮 另外你可以直接孩子们从这出去 可以这样滑滑梯等等一系列的 就会非常的开心 这边还有两个可以讲的 这个是大家平时比较熟悉的一个影连厅 什么这个projector 木布啊 沙发啊 就不多说了 大家想做个卡拉OK厅 也都完全没有问题 那我需要跟大家讲点 大家可能不太熟的 就是咱们的这个洗衣房 那么洗衣房这里面的设备房呢 设备间也在这里 所以它做的还比较宽大的 那么我们怎么能说一个德国建商 他这个做的会好呢 你看人家整个排馆排的是非常的整齐啊 各种检修啊 或者各种保养啊 就一目了然怎么做 做的规规矩矩 功功成整啊 那我觉得匠人精神呢 也就是指着这个意思吧 就是你所有的事情呢 要做的是非常的严谨 那这边呢 它也是不予一利的呢 你看像这种 电闸这边也是给我们做了一个 这种隐藏式的小木板 那种小细体石啊 细节上啊 其实抽现出了很多 很多东西啊 从一楼上来之后呢 这边呢 是一个主卧 主卧这边呢 是子母门啊 能感觉出来还是比较大气的 上面呢 这个条高也是蛮高的 我们正对的这个窗户 落地窗啊 就是朝南 所以我们可以在这边呢 看一下自己的后院 看一下这个车库 哎呀邻居 整体的感觉呢 是超级的棒啊 然后呢 咱们这个房子呢 因为是朝南 所以整个的采光呢 又非常的好 然后这边过来呢 左手边呢 是它的洗手间 右手边的是衣帽间 我们先来看一下洗手间啊 就这个房子的 整个的一个设计感呢 跟我们平时看的房子不一样 比较注重这种奢华的感觉 但是这个边呢 就感觉是种很踏实的 很低调的感觉 双洗手池在这边 大理石台面 然后这边的浴缸啊 还有点皇家气质呢 你看这个按钮 感觉很炫酷是不是 双面窗 可以保证我们的隐私 以及采光 非常的好 然后这边呢 还有一个按摩式的淋浴间 到底的这种玻璃门 整个扑了防水 所以不需要担心水啊 会走出来之类的 下水也是给我们做的 超大的这种下水的槽 然后这边呢 就是我们的一个衣帽间了 你看这个 坐的是不是很可爱 这个衣帽间呢 可以说也是非常的宽大 你多少衣服望着一摆 都完全没有问题 然后你可以放个长灯啊 做一些自己的改变 那整个在衣帽间里呢 也是比较高的 所以你可以放很多的东西 那么它在二楼呢 是有三个卧室 除了主卧以外呢 它分别有两个卧室啊 在左右两边通通通的都是朝正门啊 这样的话呢 一边一个 对吧 然后你可以看到自己前面的情况 然后每个房间呢 也都是套房 在这里不跟大家多说了 从二楼上来之后呢 它还有一个隐藏的套间啊 就是这边了 如果大家一不小心 又多了一个孩子啊 就可以让他住在上边啊 或者哪个孩子不听话了 就让他在上面 每天给他送水送喝的啊 送喝的送吃的 放到这边 让他自己啊 好好的反省 反省归反省啊 这边你看一扇窗 然后上面还有天窗一扇 那边还有天窗一扇 三扇窗在这边 可以保证我们充足的采光 这边有个权位 还有淋浴间在这里 然后床呢 放个queen放个king 随便大家想怎么摆怎么摆 完全放得下 然后也有很多足够的储物空间